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啊,我們又開始今晚的色丁的討論會 我們今次是講到 怎樣幫助人去看聖經祈禱得力,怎樣靈修 那就會是 我們就會 這裡也寫了一些要點在這裏,就給大家去了解 這些要點 第一件事就是,幫助人怎樣讀聖經和討告得力 首先就是讀新約先,讀馬太呼音先 讀幾次新約先讀舊約,讀舊約時也同時讀新約 因為舊約有些經文比較難明白 而新約的靈修性比較強 即是新約每一卷你讀的時候都可以有靈修性 即是說幫助靈命 那麼在舊約那些呢,有些是 當然有它的意義,譬如讀到利未記 對於很多人的靈命 未必有很大的幫助 有很多先知書,也都很長篇的說到一些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雖然 都是會被人知道的罪 但是有很多人來說好像比較遙遠 但是新約就差不多每一卷都可以有靈修性 那麼所以呢,我們教人看聖經的時候,先看新約 看幾次先,譬如他從來沒看過聖經的 一開始先不要看舊約 一開始看新約 然後看了幾次新約之後,開始看舊約 也就是說當他明白聖經的背景 那麼其實現在呢,網上都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幫助的 就是會講出每一卷書的那個大綱 至於他的主要是講些什麼 這樣看的時候就會比較明白一些 然後呢,看了幾次新約之後呢 可以看舊約 但是看舊約的時候都同時又看新約 幫助在當時有得到一些在靈命上的幫助 那麼呢,第二點呢,我們就講到呢 就有時候看聖經一開始的時候 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的 那麼你就看那些明白的那些呢 覺得好的那些也都可以間住它 有些人就覺得,哇,聖經這麼神聖,不可以間 其實聖經是用來用的 就是不是說那本聖經很神聖 就是那本書很神聖,是內容很神聖的 聖經是給我們用的 我們mark 聖經呢,是會能夠看回哪些是重要的部份 能夠呢,就是 比如看回的時候,可以看到那些重要的經文 可以幫助自己,可以容易找回那些經文 那所以我鼓勵大家是mark 聖經 而我自己呢,就 以前mark 聖經就寫 有時候寫一二三啊,有些什麼要點啊 還有呢,就有寫箭嘴,就是由前因到後果啊 那麼,後來我也都有用一個系統呢 就是用紅藍綠三種色 這個方法是非常好的,就幫助大家能夠分辨到神的恩典和律法 是幫助我們大家很快可以分辨到的 那麼紅色呢,就是代表恩典 神的恩典,就是紅色就是補血的 那就代表恩典 那麼,然後呢,就是藍色呢,就是相反了 就是律法,神的警告和懲罰 那麼綠色呢,又是律法 綠色是叫我們做什麼,吩咐我們做什麼 那麼是律法 那麼就,就是我們看聖經的時候呢 我們就看到,是律法的 我們就看看它是警告,還是吩咐我們做什麼 譬如說,叫我們愛人如己,祷告,敬拜神 這些都是律法來的 就是我們應該做什麼的 因為有些人聽到律法,就以為是摩西五經那些律法 就是聖經裡面的律法,是可以指到神吩咐我們做什麼 恩典,就是神為我們做些事情去祝福我們 那麼,律法也都有神做的事情去懲罰,管教 那些是藍色,就是懲罰,管教就是藍色 祝福就是藍色 那麼,當你習慣了,就不單止看聖經的時候 一聽聖經,或者一聽人說聖經 我立刻知道他在說什麼 譬如有些人一說,就是你們要記得這樣做,記得祈禱 那麼我立刻知道他是在說律法,要人做什麼 然後他呢,譬如他在說,你又不聽話,又沒有祈禱 沒有依靠神,那麼我立刻知道他在那裡指責,就是藍色 他是指出人的罪 那麼,其實是少人說恩典的,就是很少人說 我們愛耶穌,耶穌很歡喜的 耶穌呢,他的聖靈又感動我們去愛他的 當我們回應聖靈的時候,神又很歡喜的 這些是恩典,就是神會感動我們愛他 他又很欣賞我們愛他 他又會賞賜我們,當我們愛他的時候 他為我們預備,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到 就是那些神應許的祝福,這些就是紅色 就是當我自己,因為我媽媽習慣了聖經 我不單止是看聖經,聽聖經,聽道,或者我和別人聊天 我也知道他是在用律法還是恩典的 因為有些人說話,經常都是說,你又沒有做什麼 你又沒有做什麼,你真的不聽話,你真的不好 大部分都是藍色的,他們都有綠色的,你要做什麼 但是有些人是甚少說,你真是寶貴了,我很想幫你 我很開心和你一起,這些是恩典 大家明白了之後,你就能夠 首先我們從聖經去發掘到整個恩典 還有當我們說話的時候,都會知道是說恩典 今天剛剛有一個人跟我聽電話 他就說到,有些人教導的時候有很多指責 他就說到兩個情況,一個情況就是 有一個人在男女的事上有些罪 其實我們幫人的時候,人的罪都有很多款 尤其是初訊的時候,根本很可能是有些 活在一些的罪中 那這個人呢,這個女性呢,就是 就是,她就信耶穌,但是她就 可能可能,因為她還沒說清楚她 她到底跟男性做什麼,有多少細節 我記得她說就是跟她有同個男性同居的 那,而這個幫她的人呢 就幫了一段時間之後,她就說我放棄她了,我不再幫她了 因為呢,她跟那個男性同居 那,她就問我,就是這個姐妹問我 她說這樣的情況是不是應該這樣做呢 那我說,如果一個人是經過多次勸告都不肯悔改的話呢 我們是可以放手的 不過,在未曾放手之前,我都會盡量去幫助她 離開她的罪 那可以幫助她離開她的罪 怎樣用恩典和律法呢 那就是可以告訴她 神很愛你的,神很想祝福你 你前面的路是可以很好的 那,但是我們的罪呢,是會叫我們跟神分離的 那我們來到耶穌面前,因為耶穌是很聖結的 我們一定是需要悔改 求耶穌赦免我們,耶穌又很樂意赦免我們 耶穌就會加力給你的了 那,我就會說的,我會幫那個女性 她跟男朋友的關係 我會了解一下她跟男朋友的關係 那,然後我會說,你覺得 你跟她的關係是怎樣呢 你,就是譬如她 這個男性,譬如她是不信耶穌的 那我第一件事,我就想帶這個男性去信耶穌 那,但是同時我也會跟她說 你們未曾結婚一起住,這件事是不合乎聖經的 那你,願不願意我和你們兩個一起聊天 去談到這件事,去幫助你們去不要一起住 然後呢,去尋求神的心意是否在一起 那,就是說我會是用一個帶領她的方法 去關心她的方法 但是我也都給她知道呢,我又跟她說 我跟這個姐妹說 我,雖然我是溫和 但是我不代表我是降低標準的 我,我不是說,你不要緊 沒有所謂了,你和那個男性一起 你和她同居,我不會的 我一定會幫她,不要同居的關係 那,但是呢,我是會 嘗試持續去幫她 除非這個人完全不想我幫她 她如果不想我幫她 她想繼續在罪中的時候 那我就幫不了她 但是我是不會放棄她的 除非她自己放棄自己 那,所以,如果我幫她的時候 我會告訴她,神很愛你的 你聽神話 還有,如果你的男朋友都信耶穌呢 將來你的婚姻會很好的 你呢,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那你想不想走神的路 等神祝福你的生命呢 我會給她很多恩典 就是神想祝福她 她聽神的話的時候 神就能夠祝福她們兩個關係 那她兩個關係更加好 但是如果不是呢 當兩個人關係只是建立在性的關係的時候 這個男性可能很快會離開你 可能很快會有很多痛苦很多困難 我也都會了解她兩個關係 就是兩個人的人際關係是怎樣的 就是我會一方面有很多恩典去激勵她 另一方面呢,我是會 也都會讓她知道聖經的吩咐 是我們怎樣做 而當我們沒有遵從的時候 的結果是怎樣的 那在這個過程呢 我是會知道我自己在用恩典的律法 我一直說話的時候 我會知道我用什麼 我會知道我會跟她說 神是愛她,關心她 神想幫她 神有個奇妙計劃 這些是恩典 然後呢,他們遵從神 他們聽神的話 用神的方法的時候 這個律法遵從 神就會祝福 這個是恩典 當他們遵從神的時候 神就會祝福他們的關係 祝福他們前面的路 如果他們不聽神的話 就會有警告 就是說他們將來的後果 可以是怎樣的 所以呢,我是會有恩典和律法 去帶領她 我知道我在用什麼 我知道什麼是太重 而我知道她 我怎樣引導她 一步一步 引導她向著神的方向去 她未必會即時去到那個位 但是我會幫她經歷聖靈 幫她看到神的尾線 幫她看到神很真實 可以真的幫助她 她的生命 不單止給她永生 神可以幫助她的生命 那她想不想能夠處理生命呢 我知道用恩典和律法去幫助她 讓她不是出於壓力去遵從 而是看到神的美善 神多美好 所以她會去遵從 這個就是我會用的方法 就是我看聖經的時候 會分裂到恩典和律法 OK,在這裡我停一停給大家發問 有沒有人有什麼想問 歡迎我剛剛所說的 阿爾牧師,我很同意 聖經裡面很多的教導是很好的 還有它裡面每一樣的恩典 神的教導、律法等等 都是可以幫助人改變生命 這件事情我是非常非常經歷到 和知道的 但是無奈 因為現在 現代人的工作實在太繁忙了 早上九點 早到晚上九點 回到家裡已經淚下了 很難叫她看聖經 她一看已經是中眼睡 一個星期都是日假期 那天她都是在家裡休息 或者是看手機娛樂一下 其實這件事情我是很明白的 但是她又不去接觸神的說話 生命怎麼得到建立呢 我就鼓勵她祈禱 有時候祈禱她就有了 因為祈禱比較容易一些 但是如果只祈禱 又沒有時間回教會 又不是真的 很全面地看聖經 其實我們還可以怎樣去 鼓勵這些 鼎姊妹的生命成長呢? OK 人一定需要神的話語 不過到底一天看多少聖經 這個是可以不同的 不是一定要看多少聖經 才能夠生命改變 一個人剛剛初訊的時候 根本他的動力是很弱的 他根本不明白神的美善 大家也可以用我本《輕鬆德性》的書 103頁開始 有一頁多的 應該有兩頁多的經文 都是講到鼓勵性的經文 恩典的經文 鼓勵人去親近神、遵從神 那這些都可以是我們的一個 就是幫他那個靈命的開始 就是說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人不是那麼多時間 可以是鼓勵他去看金句 恩恩 不過金句也有很多類別的 是 因為我看過有些金句表 很多時候只是講平安 怎樣在神裡面 就是很多一些美德的 但是又不是講基督徒的美德 是講一些聖經講到一些 什麼是美善 但是那些跟基督徒的行為 未必有關的 就是有時候 那些金句的類別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自己是會分開它為 就是譬如恩典 神為我們做的事 譬如救恩 還有神聖靈怎樣幫助我們 那也都是有神吩咐我們做什麼 我們怎樣得救 怎樣成長 就是這些是基本的救恩的經文 那其實我都有些不同的文件 我可以傳給大家的 其實我們在Google Drive那裡 我也都有一些經文的文件 就是我可以看有沒有在那裡 不過我可以再傳給你們 那就是我把一些經文拿出來 那就是對於一些初信的人 又沒有那麼多時間 是可以用這些金句 還有也可以聽金句 就是把這些金句 其實我有自己錄音錄了 由馬太福音錄到 哥倫多詞書那裡 那我又錄了的 那我也可以給大家可以用來聽的 那這些都是會幫它第一步 那也是需要有人去解釋給它聽 就是我們去解釋一些 那些基本的真理給它聽 讓它那個 就是明白 和神的關係 實際上和神的關係 有很多東西是需要解釋的 就是神怎樣 愛它呀 神怎樣關心它呀 神怎樣 神是怎樣持愛 又是怎樣聖結公義 所以神一定要 要插替耶穌來救我們 而人是有罪 所以人一定要悔改 離開罪 那神也都推動我們去更新 改變 有重生 然後呢 神就會帶領我們怎樣改變 叫我們跌出聖靈的果子呀 就是很多它是需要明白 還有怎樣可以經歷神的幫助 因為有很多人信耶穌呢 都不是很知道怎樣得力 有很多人祈禱呢 只是祈求 所以沒有什麼得力的 就是不會覺得祈禦圖就很平安喜樂的 所以我們可以教祈祈禱這個恩典的祈禱 還有唱一些感激神的恩典的詩歌 是 就算是神恩典的詩歌 感激神 挺美好的愛神的這些詩歌 是會幫人得力的 就不是只是一些教導的詩歌 那我想問呢 就是如果譬如它有些經歷 我跟它看回 我其實就是 例如它說 你這裡都快要做滿一年 都沒有被人炒魷魚 還有那些同事都對你不算太差 那我說這些都是神的恩典 那跟它這樣看回 會不會都對它是一種經歷神的教導 這樣呢 這件事是 普通人不會說服是神的幫助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根本可能它做工都經常都會做得好的 就是不是信耶穌之後才做得好的 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不可以是一個是 所以說服性的 是告訴它這個神的幫助它 除非它一向都跟人關係不好的 忽然間呢 現在對人呢 很有溫和的心 跟人相處得很好 以前經常被人炒魷魚的 現在呢 它做工呢 就能夠持續做老份工 那些老闆又喜歡它 那這個就是有明顯的改變 那就是明顯了 但是如果是單純的 它做工做得一年 那不代表它是神的幫助 那我們怎麼算是神的幫助呢 就是有些很明顯是聖靈的工作 就是譬如它會知罪 它以前犯罪不覺得一回事的 它現在犯罪覺得不舒服 那麼它悔改呢 它又跟從神呢 它心裡面會覺得輕鬆 平安 那麼它呢 聖靈又會感動它去遵從神 當它遵從的時候呢 它心裡面又覺得平安 還有有力量 有動力 聖靈又會提醒它 那麼這些我們就可以跟它講 或者它親近神的時候覺得有平安喜樂 我們就跟它講 你看神一直陪著你 你讚美神的時候 神會給你平安 那麼也可以呢 我們跟祂祈禱 尤其是跟祂按手祈禱 祂經到神的平安喜樂呢 那麼我們就告訴你 神跟你在一起了 那麼這個都是我們 我們牧養人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需要很需要的東西來的 就是真是經歷聖靈 其實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它當它經歷到聖靈呢 它就知道 我一祈禱就平安、興省、舒服 就是神跟我一起 聖靈跟我一起 令到我平安、興省、舒服 令我有動力 令到我開心 那麼它就知道神跟它一起了 那麼它就會更有動力去親近神了 但是因為有時候疫情 未必跟祂按手到 祂自己按自己都不行的 自己按自己這個作用不大了 你跟祂的電話祈禱都可以的 但是你祈禱的時候 不要只有一個祈求 你那裡問一問 你可以關掉咪 那你就祈求 就是你去親近神 去跟祂帶祂感謝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天父真好 哈利路亞 也都可以用我的祈禱錄音 幫祂享受神 享受神呢 祂更加容易得力的 OK 這裡我 這裡你還有沒有東西想問 好 謝謝 OK 那我意思呢 就是我所說的就是說 我們幫祂思想經文 也都可以介紹給祂知道 分辨到神的恩典 哪些是神的恩典 神的英許 神的英許呢 通常都是恩典 不過神有些的英許 不是恩典 譬如說 那些受了受印記的人呢 就要進入流氓的火湖 這個不是恩典 這個是警告 這個都是英許來的 就是答應 如果那些人呢 如果拜 就是受這個受印記 就會落地獄的了 這個都是一個神答應了 會發生的事 那 但是這個呢 就不是恩典來的 但是大部分的 應許都是恩典來的 嗯 就是我們本身都明白 恩典和律法 那我們幫人的時候呢 就會是讓祂看到神的尾線 如果說到恩典是幾方面的 第一 神先愛我們 是恩典 第二 神會感動我們親近祂愛祂 祂會給我們力量 然後當我們親近祂遵從祂的時候 祂又會祝福 這些就是恩典了 那麽如果基督徒經常都明白神的恩典 就是說 我 就是我做什麽遵從神 神都歡喜的 就算給了一杯涼水 屬基督的人 神都歡喜的 那麽他 他明白這些呢 他會開心的 我能夠為耶穌做一些任何的事 我幫助任何基督徒 神都歡喜的 我幫助教會 神都歡喜的 那麽他就有恩典推動他跟神的關係 那麽今天的姊妹也說到 有時候有些人幫人 就很多時候是指責 指責 你沒有做什麽 你沒有做什麽 你不夠聽話 你不夠乖 那麽那些人聽到 就整天覺得自己做極都不夠好 其實這個方式 聖經不是這個方式 聖經是 耶穌特別說到 就是一杯涼水 為什麽呢 因爲任何人都做到 其實那個經文 在馬太福音十章 那裏就講到三樣東西 他說呢 那麽接待先知 因爲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 就是呢 你做了一個先知的身上 神呢 都會呢 賞賜你的 就將先知的賞賜給你 那麽然後呢 因為二人的名 接待二人 必得二人所得的賞賜 你找不到先知 你找一個二人 然後呢 無論何人 因爲門徒的名 只放一杯涼水 給他喝 給他喝 被人不能不能賞賜 就是 你找不到先知 又找不到二人 就是一個小子 你將一杯涼水給他 因爲門徒的名 都 將一杯涼水給他 都不能不得賞賜 那麽所以 這麽耶穌是告訴我們 我們做任何事 合佛聖經 神都會歡喜的 那麽 但是聖經也都同時 有提醒 不要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就是聖經有提醒 所以我們可以提醒人 不要犯罪 但是我們不用 好像 在那裏挫他那樣的 就是譬如 你又不夠好 你的罪又處理不了 我們就告訴他 當你一聽神 遵從神 你處理罪 神就很歡喜 但是你又知道 如果你在罪中 那些罪是會帶來破壞的 我今天跟那個姐妹說 我並不是降低神的標準 我沒有降低的 我時時都告訴別人 我聽到犯罪是有破壞性的 魔鬼來偷竊殺害毀壞 將你整個生命完全毀壞的 但是我是用恩典 推動他去處理生命 活在神的愛中 處理生命離開罪 不是用 不是挫他 就是不是在那裏猛 你做得不夠好 你記得你要怎樣離開罪 你還是發怒 你要離開罪 你不可以這樣發怒 就是這樣的方式 是人家不會覺得神的恩典推動他的 他只是覺得有很重的律法 很重的壓力 他要做到的事情 但是他又做不到 他做不到 每天都做不到 每天都說他 你做每天都做不到 你每天都不成長 那這個不是聖經的方式 聖經是讓我們知道 當我們遵從神的時候 神是喜悅的 我們親近祂 祂就會親近我們 祂就會叫我們多結果子 神是真的幫助我們的 而當我們有軟弱的時候 求神赦免 就是做得不好 求神赦免 我們知道罪的破壞性 所以我們馬上處理罪 立刻說我拒絕任何罪的意念 神就歡喜了 譬如我今天 譬如以前發怒 可能發怒幾天的 我今天發怒了幾分鐘 我都停止了 那就大大的進步 那就可以歡喜了 就不是說你還有發怒 你不行啊 你還不行啊 而是說祂有進步 祂有嘗試去改變 求耶穌幫祂改變 那祂就進步了 那這個 我就知道 我在用恩典推動祂成長 那也都幫祂看到聖經的恩典 祂就會更加歡喜聖經 即是說聖經答應了 你愛祂 祂就為你預備 你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你將來的生命會越來越好的 你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一切就會加給你 神就會預備你 祝福你的整個生命 那當然這個也都包括 當然我們是整個人都遵從神 就是有些人是這樣的 祈禱 不過呢 他就很容易罵人 他跟人相處不好的 那他整天都被人解僱 那他說 我都 我都有祈禱 為什麼我總是經常被人解僱 那因為他生命有些事情要處理 那這些我們都是需要幫他處理的 就是我自己就覺得 我不會放棄一個人 除非那個人不肯給我們幫助 除非那個人只是 整天想找一個人陪伴 他不肯聽我們的勸告 那時候呢 他的生命是有問題的 那如果他是 即他是願意 就算他很多軟弱都好 我都不會放棄他的 這個就是我今天回應的姐妹 我都會跟任何人說 就是說我們不要放棄任何人 因為其實任何人信主都可以是軟弱 但是怎樣可以變得剛強呢 就讓他看到神的美善 神多好 神會加力給你的 你有沒有留意祈禱的時候 有平安喜樂 就是說神在幫你了 那你越親近神 神就越加力給你 你越有平安喜樂 你就越有力量 就有力量對付罪了 而你發覺離開罪 那個人就越輕鬆的 那其實犯罪呢 憤怒人 是不值得的 因為你憤怒人 神又不喜歡 你就犯罪 心又沒有平安了 但是如果你靠著耶穌 你就是說 我選擇不會憤怒他 我祈禱 我選擇不會憤怒他 心又會有平安 窮人關係又會好 內心又會有力量 那 就是用這種方法 恩典的方法 但是有實際的方法幫他 讓他懂得怎樣成長 大家有沒有問題問 關於我剛剛所說的 因為我講了一些東西 是我沒有寫出來的 就是講到怎樣用恩典和律法 去幫助人的生命 不代表我們降低律法 我絕對不是降低律法 我沒有降低聖經的要求 不過呢 我不是好像用律法來挫他來改變 我亦都不覺得人是應該律法來推動 我們應該是有兒子的心 呼叫阿爸父的 我們是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裡面起落的 是事事 在神裡面起落 這樣知道神欣賞我們 這樣的心態來成長 OK 有沒有人有什麼想問 沒有什麼想問 我們就繼續了 OK 我們繼續說 B那裡就說 如果不明白的就跳過 明白的聖經就記錄了 這樣就可以看回 這樣就 C那裡就講到 思想自己能夠明白的經文 應用在生命中 比如怎樣去感激神 離開罪 遵從神 都去反覆思想 怎樣去應用呢 我怎樣去 背著重淡來到耶穌那裡 可以放下重淡 可以得到安息 就是那些經文去反覆思想 我信耶穌是 form 6 和form 7 之間 form 6 升 form 7 那段時間 那我就 那時候我暑假 我有托汽水 那時候有這件事 我去托汽水 那些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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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暑假做一些工作 那我就買了一本聖經仔 我袋在這個袋裡 我們有空閒的時間 我就拿出來 我就拿出來 念 還有反覆思想 怎樣是 與耶穌同 釘十字架呢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就去反覆去想 那我都鼓勵大家 就好像我這樣 有時候我和大家識經 我會說 聖經講什麼 聖經裡面 譬如馬太十一章 二十八到三十節 有講了兩節安息 這兩節安息 有什麼分別 那這些是要習慣 分析聖經 留意聖經 那我也都很感謝神 我信耶穌沒多久 在我們的團契有一次 就請了聖經公會一個人來 教我們去分析聖經 那他就拿了一段 我還記得是《以乎所書》的經文 然後就拿了經文之後 他就叫我們大家看 看完之後 自己把那幾節經文寫一個簡單的大綱 有幾多個要點 那些人就寫 那些人就越寫越複雜 就是好像 不知道有幾多個要點這樣 然後他就幫助我們看到 哪些是主要的要點 哪些是次要的要點 然後總共有幾多個要點 那他就鼓勵我們回去 就寫在聖經那裡 一二三四 譬如你有幾多要點的 你就寫一二三四這樣寫 那我就聽完他這樣說 是一次的教導 我就回家 我就開始這本聖經就寫 就寫一二三四 以前我也有寫就是這樣間著它 但現在開始就寫一二三四 還有就寫箭嘴 就是前因後果 有不同的寫不同的字在旁邊 來提醒我這個經文有什麼 那這個就幫助我以後 我看聖經都能夠明白 還有分析到經文 這個是幫助到我看聖經的流心 那當然後來在神後院他們就很細緻 一節一節 一句句 一個個字這樣去解釋的 那這個就是在後來的過程 但是之前我已經有這種習慣 那你都可以教那個人去思想聖經 那他就算不看到很多 譬如他忙到不得了那種人 那他就算一天 就算最低限度看一節經文 第一節金句 那當然他可以看多些的 那他思想的經文得到幫助 其實都是很好的 就是如果他有時間 當然可以看多些 那他也都很重要他有動力 就是先講到一個情況就是 他到了放假 他又在那兒攤頭 在那兒看手機 因爲他不覺得神那麼好 所以他沒有動力 所以我覺得幫他經歷聖靈 是非常好的事來的 那所以我們的聚會 都會為人按手祈禱經歷聖靈 在這段時間我們都會有做這件事 那他經歷到呢 我要問回他 你祈禱有沒有經歷些什麼 他說有的時候 那我就告訴他 你看神可以經歷的 神跟你在一起 所以你親近神 每次祈禱都進入這個狀態 那你就以後得到神的幫助 那這樣的時候我就 讓他看到跟神的關係很真實 還有怎樣得力 你祈禱的時候 是不是覺得平安輕省 是不是覺得那些重担輕了 那這個就是神加力給你了 又覺得有動力去遵從神 而神就會祝福你的 譬如怎樣祝福你 第一步 人開心了 那些煩惱少了 有力量 有智慧去處理問題 還有還有動力去傳福音 那這個生命改變 願意跟別人交往 願意跟別人溝通 願意幫助別人有膽量 有膽量去跟別人溝通 那這些都是改善的 那我就告訴他 你看耶穌現在幫你的生命 改變你的生命 那他就看到神同在的美好 他就看到 原來信耶穌跟從耶穌 是有這個改變 就是不只是信耶穌 是跟從耶穌 那現在我講的是 天立跟神的關係 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幫助他建立同神的關係 讓他成長 OK 這裡有沒有問題 OK 有些可以同時讀一些 靈修的材料 那我那時候 我初信的時候 我就看一本書叫做 《活水》 它有一天一篇這樣的 但是現在我已經不用這些靈修材料 為什麼呢 我覺得我直接在聖經那裡拿更好 但是有很多人未必能夠 直接在聖經拿到一些幫助 那是可以看一些靈修的材料去幫助 書局有一賣 還有呢 很多聖經工具都有的 很多聖經工具都有靈修的材料 是可以去看那些靈修材料去幫助的 然後呢 然後呢 下一點 但是很重要 就是靈修材料不能夠取代聖經 而靈修材料 有時候那些經文很少的 但是如果他沒有時間 他時間不多 那他只是用那個靈修材料先都好 不過最好呢 就是能夠系統性去看聖經 一路看下去 讓他明白整本聖經是說什麼的 那樣東西是需要幫助的 就是一個人 就是沒有人栽培沒有人幫助 是很難有動力去看完整本聖經的 那這個是需要有人去幫助去跟進他的 除非他自己本身有自動的動力 就是沒有人吹逼他 他都自己做 要不然呢 他是比較難去一路看聖經下去的 那這個是我們需要去跟進他 好了 這就是背中一些重要的經文 那這個東西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其實 譬如我說在那本書 《希春德勝103頁》那裡講的那些經文 那你可以叫他背 因為背了呢 第一明白了 然後背了 那就可以應用了 就是應用在他生命之中 背都有兩種背法的 一種背就是 大約背到他的意思 這個第一步可能容易一點點 然後第二個總背法呢 就是 直接背到 照足那個經文的意思 和那個經節都背 那這個是兩種的方式 因為 有些人未必能夠 整個經文念完 那他就 總之大約念到他的內容的意思 那這個都是好的一步 然後 他如果能夠念完 就最好 那 那念聖經呢 通常來說 我怎樣方式呢 我首先 把那個經文讀 然後呢 我就 就是去思想那個經文 每一節 每一句 講什麼 然後我就 逐句逐句念的 就是 重複念那句 煩勞苦擔重膽的人 可以對我者裡來 煩勞苦擔重膽的人 可以對我者裡來 我背到這裡了 我先背下面那裡的 然後把它組成一起 就可以背到這些金句了 那背金句是一生的幫助 因為一生呢 都反覆思想回這個經文 就是一輩子都可以 不斷使用 並且可以幫 用來使用人的 所以背金句是很划算的 很值得的 然後F呢 就最好能夠 關於背金句那裡 那個金句呢 我都可以勉強背到 但是那些章節呢 總是記來記去都記不到 有時候記錯了 那怎樣搞呢 這個也是要用心的 就是這個是沒有一個捷徑 不過有時候有些數字 我們可以去想 用方法去聯想 比如說馬太11章28節 那為什麼記得11呢 就是11號車 就是有些人說走路就是11號車 就是11 那麼28呢 這個東西 就是真的有時候 你是要這樣記住是28 那這個都是 或者有時候你的巴士路線 是哪個車 總之任何的方式你記得到的 那譬如說 那譬如說 約翰風三章十六節 神愛世人 我們適念 那麼 西方亞書有三章十七節 那麼 十三 就是十六就加一 那就變成十七 就是神恩 我們歡迎喜樂 就是我們一路建立 建立上去 那麼這個 那你還沒唸到這些 也都可以這樣唸 第幾章 記得第幾章 記得大約在哪裏 那這也是一個方法 可以得到幫助 就是 就是我們 不是一定要唸到 那個經節才有幫助的 那麼我們再看多幾次 有時候慢慢就會唸到 OK 就是你唸到經節 最好 但是你沒唸到也不重要 就是 我作為牧師就很重要 為什麼 我要告訴別人 哪一處 但是你們都唸到也是好的 但是你又不用一種壓力的方式 但是你唸到的經文已經是好的 那然後呢 就下面呢 就 講到靈修神 最好在早上 如果不能夠 在其他時間都可以的 那麼讀經之前 可以唱詩歌 讚美神 還有祷告 那麼就祷告的時候 包括 向主承認自己的罪 求主赦免 幫自己改過 宣告神的大恩 神的愛 又感激他 就是這個恩典的祷告 又感激就是敬拜的祷告 也都為周圍的人祷告 這個代祷 求神去拯救他們 也都求主幫助自己 向他傳呼音 那這些就是 就是 幫他 祷告 以及 怎樣心靈的祷告 發誓心靈 怎樣發誓心靈 從心靈發出 可以能夠容易得力 能夠得到 鼓勵 安慰 但是在祈禱的時候 讚美神 就越來越開心 也都可以用我的 那些 祈禱錄音 傳給他 你試一下跟著方式祈禱 你就會發覺人 開心很多 這個都是一個 就是 就是 現在有的工具 都是 我們可以善用的工具 來的 那 還有 G那裡講到 長時間投入 讚美神 和愛慕神 可以經歷神 次的平安喜樂 這個就是神臨在 祝福我們 那麼 我們越多親近神 就越多經歷神 身邊就更加被更新 也都得了更大的能力 那這個呢 就是講到靈的祷告 還有怎樣經歷神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就是說 開放聖靈的教會 有這個這樣的優勢 就是 給人可以經歷到神的同在 當他有任何困難的時候 祈禱 他都可以經歷到神的幫助 神的同在 那是會幫助他 更加喜悅神 更加歡喜親近神 更加有動力 尤其當他有困難的時候 更加有動力 還有呢 他就知道 祈禱會開心些 那他又更加有動力了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幫人 能夠經歷到聖靈 是會提升他的生命的 他會更加覺得神很近 這個就是 經歷聖靈的人的一個優勢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聖經的一部分來的 但有些人就不相信這件事 所以變成就失去了這個按手祈禱 經歷神的平安 愛這件事 或者少長時間讚美神 所以就變成少經歷到神這種強烈的臨在 就失去了一個很大的動力 那我自己也是 我在以前那麽多年 我是不知道可以這樣經歷聖靈 那但是後來才經歷到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 原來這麽好的 就其實很久之前 如果我知道這麽好 我都一定會 就是怎樣都找方法去經歷的 但是當時來說 又不知道什麽的途徑 又不知道原來 月親近神就可以進入神的強烈的同在 又不知道這些教導 就是沒有這個觀念 神強烈的同在這個觀念是沒有的 還有怎樣進入神強烈的同在是沒有的 沒有這個觀念 只是祈禱 就是祈禱認罪 求主赦臉 為其他人祈禱 求神幫我們去聽神話 這些的祈禱 少是愛慕神 感激神和神建立心的關係的道路 OK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這次都說到是怎樣幫助一個人 建立他看聖經 祈禱的生活 幫助他的靈命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OK 如果沒有 我們現在一起祈禱 大家可以站在這裏放鬆個人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神你滿有恩典慈愛 神你時時跟我們一起的 有神萬事足 求主幫助我們 歡喜神 感激神 喜歡神 喜歡親近你 也教我們怎樣幫助人親近你 幫助人看聖經 怎樣去祈禱親近神 經歷神的同在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神你跟我們一起的 你時時祝福我們的 時時加力給我們的 祈禱幫助我們 欣賞神 你賜給我們的力量 欣賞聖靈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 我們就願意多去親近你 多去經歷你 願你的平安留在我們身上 願你的喜樂和愛留在我們身上 讓我們享受你 當我們享受你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幫助別人享受神 幫助別人經歷神的同在 幫助別人經歷神的平安卿 讓他們更加渴慕親近神 歡喜親近神 主耶穌多謝你 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神你真美善 主耶穌你真美善 神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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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真好 神真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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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真好 神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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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真好 Alleluia Dame Yeso O Samoili Alleluia Dame Yeso O Samoili Yeso Yeso Alleluia Dame Yeso O Samoili 主耶稣你真好啊 我们尝在你里面你就尝在我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你我们就不能作什么 当我们时时亲近你的时候 我们就得平安 得喜乐 得爱 多谢天父有神万事足 有耶稣万事足 神的祝福就和我们一起 你在我前 我要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 愿险被 服事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H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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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天父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的大恩 多谢耶稣的大爱 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的灵命 提升我们的灵命 也都提升我们帮助人的能力 帮助我们如何去帮助人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荣耀重赞归给你 Halleluia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 阿们 好 大家有没有回应 或者询问 Halleluia 我想爱你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David 先在群组里问这个问题 创世纪三个人出现 《识经书》 其中一个是耶华 其实在20节老师说 耶华说 我现在要下去 对索多米昂摩拉的罪业甚重 所以是 其中一个耶华 那么就 但是耶华是谁呢? 因为有些人以为耶华就是天父 不一定是天父的 因为耶稣都是耶华华 耶华华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都是耶华华 所以耶华华不代表是圣父的 这个可以是圣子显然 以及带着两个天使一起 这个就是我回答了David这里 因为这里其中一个是 是说到是耶华 叶华华 叶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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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現在聽不聽我講話? 剛剛聽到 剛才還沒聽到,現在才聽到 因為我轉插了 好,你繼續講吧 一種是恩典,另一種是律法 我最後聽不到另外一個是什麼 律法可以分到兩個類別 一個類別就是警告 一個類別就是吩咐我們做什麼 警告就是譬如懲罰、警告那些 譬如說 在最終就不能承受神的國 這個是警告 遵從的譬如說愛神 傳揚福音 我想問 譬如說有些畫 是有 真守性的應許 譬如說 什麼性的應許 不好意思我講得不清楚 就是說有的經節 它是有真守性的應許 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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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的時候就有應許 是不是這樣解釋 是啊 是啊 其實大部分的應許 都是有講到我們遵守 遵守 除了應許 所以神要插煙耶穌來 這個東西是怎樣都會來的 就是 那些人怎樣不聽神的話 耶穌都是會來的 還有聖經答應 世界末日 這些是一定會發生的 那些人聽不聽話都會發生的 這些是無條件的應許 神會插煙耶穌來 是無條件的應許 但是呢 對於我們個人得福 聖經是很清楚 可以說是 對人的祝福的經文 都有講到那個人做些什麼 包括信耶穌 遵從祂 依靠祂 這些就會帶來神的祝福 是有遵從的部分 但是遵從的部分 我們就不像去強迫人 而是說呢 神有很多恩典 所以我不喜歡用那個要字的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我會說 我會喜歡用那個當字 當我們遵從神 神就很歡喜了 神就祝福了 當我們這樣做 神就歡喜 神就祝福了 就是我會多數是用這樣的方式 去講給人聽 就是神是有很多應許的 就不是說 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 就好像 其實是神應許施恩先 然後當我們這樣做就得到了 神答應了 神已經預備了那個恩典 他已經預備了那個恩典 當我們聽話的時候 親近他的時候就得到那個恩典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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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阿姨 阿姨 好 大 Bei 說 是 我們的困難了 也 不是 每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